今天要帮你试驾这台是我觉得的进来 这车头超级酷炫 我觉得是设计最好看的 这是现代的Tucson L 这四片式的在晚上全部都会发亮 跟这个钻石切削的水箱护照 就构组出一个类似飞翼的造型 搭配这个原厂所称呼它为雨翼式的LED的尾灯 而且它里面设计有细节 它的这个灵格纹里面 跟这个地方它里面的设计灯的光源 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今天买比较入门版的少9万 它也没有这个手机的无线的QI充电板 而且驾驶座也没有所谓的实相调整 而且最重要是上面还少了这个全景的天窗 其实方向盘本身有点像是 Audi A8的设计 10.25寸的中央数位多媒体的仪表板 它可以根据你驾驶模式 来切换它不同的动画跟光源 这个萤幕也是10.25寸 而且它有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不过两个都必须要接线 但是以这个界面来讲 无边框的设计 还有这个原厂所说的飞铺式的中控台 我觉得以100万上下的国产车来讲 这个中间的数位多媒体 可以说是目前看得到 百万等级的国产车里面最好最棒 当你按了这颗Diffuse的功能之后 它冷气不再只是从出风口出来 而是从前面这边环绕整个仪表台的小洞 有直流风跟非直流风的冷气出风口 冷度一样 但是出风口的噪音马上可以少10分贝 但是钢琴烤漆面其实很难照顾 所以诸位各位建议你 新车一来除了中间这个10.25寸的仪表板 拿去包模 还有这个中控台的多媒体 另一个10.25寸包模之外 最好整个电容式的按键的钢琴烤漆 连同这个排档座 所谓的天桥式排档座 全部去包模 它的这个轴距多了80mm比起上一代 所以轴距来到了2755之后 它的后座整个的腿部空间 完全进化了 现在前面的调整我的标准座姿之后 我后面这边的西部空间 还有一个拳头 有四个指头左右 它后面除了说有电动的起壁之外呢 它还有个设计室呢 当你拿着钥匙 如果这样靠近它的话呢 它会自动的感应 你不用去脚踢 如果今天把这个后面的行李的这个板子呢 架在上方 可以让你非常的好提取行李 而且呢 它的后面这个板子也是折叠式的 如果说你把这个板子本身呢 往下线一层的话呢 可以额外争取出将近快有8公分左右的置物的高度 它的汗点设计如何 诶其实很密哦 这是高温成型的 这个门拱呢 汗点的多拐 以及汗的角度如何 汗的深不深 攸关整台车的车身刚性 以及未来的防锈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但我觉得这个三阳国产这台 一点都不差 以前呢 如果开一些国产的休旅车 就算是来到120万左右的国产休旅车 让我觉得 朱哥觉得最懊恼的是 它的轮拱轮音怎么一直在那边厚厚鸟 但是开长途的时候呢 会有一种很烦躁的感觉 但是我能够跟你讲的是 这台Tucson L呢 它把整个轮拱的噪音 还有后车厢门的那种风切声 还有旁边门板的风切声呢 抑制的非常非常好 完全不输给差不多同等级的进口的休旅车 或跨界休旅 第二个是呢 这台车 它是呢 1600cc SmartStream的涡轮增压引擎 搭配7速的双离合器的变速箱 这颗引擎180匹 它的扭力是27公斤 而且可以在1500转到4500转 形成一个扭力的平原 因为它有个新的科技叫做CVVD 不是连续可变气门证实而已 也不是所谓的气门阳城而已 而是呢 它甚至就连连续可变气门的维持时间 都把它给计算进去 17开起来呢 它的低转速的时候呢 能够让活塞的压力变少 比较轻推 比较轻压 所以能够造成比较好的油耗数字 而在高转速的时候呢 重彩油门 加油吹 它的引擎呢 气门呢 又马上可以维持成了所谓的晚开早关 高效的热效率之下呢 它的油耗数字可以来到每公升15.2公里 非常厉害 搭载这颗7速的双离油漆变速箱 它彼此之间算是你慢速起步 或是收油在踩 它会有一种小lag的感觉 然后再狂充 而这个双离油漆本身呢 它的接合力道就比较稍微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为什么有些车场用CVT 就是为了平顺 但有些车场用双离油漆 就是为了高转速的马力 这个东西 实际试驾过之后 你才能够体会 讲解这修铝车的操控性呢 始终是他们的硬伤 但今天我们试驾这一台呢 Tosan L GLTB的车型 它侧倾幅度其实并不大 你知道吗 那个阻尼一改的刚好把车支撑住 但是呢 侧倾幅不大之下呢 又能够把车给撑住之后呢 过弯过去 而且呢 让车头的指向性呢 刚刚好可以过弯 也就是说的 平常时候呢 你开这个车上山要去浇油 在全载量出油的话呢 我觉得它有一定的操控性 有一定的舒适度 非常非常的有趣 刚刚好一切的搭配都刚刚的好 虽然说它是所谓的长轴板 但是它车中有控制在了1566公斤 算是蛮雨量级的车身 车身轻 加上双离额气 加上它的涡轮增压 有最新的CVT 连续可变气门的维持时间 造就它高转速 非常强的力道 但是如果说低速的时候呢 你就必须去适应这个 双离额气它的换挡的逻辑 以及换挡 不能讲是顿挫 而是换挡的一个感觉 并没有像CVT那么样的柔顺 而是有一种很明显的换挡感 这是你必须要去熟悉的 我会建议你直接就直上 这台最顶级的106万9的版本 因为除了它的底盘配置 还有它的变速箱引擎配置 都一样之外 多9万块 可以多了全景的天窗 多了QI无线充电 多了驾驶座的10项电动可调 而且还多了感应式的尾纹 钥匙感应式的高科技 加上它外观呢 光是后面那个预翼尾灯 是LED的酷炫度十足 这配备加起来呢 你自己去花9万块是改装不到的 所以我建议你直接纸上 106万9的GLTB的车型 来享受这个空间大 而且马力算是输出非常非常 不像只有180匹 感觉上像220匹左右的车 那种感觉非常棒 但前提是 小缺点就是呢 双离合器的变速的感觉呢 就是你必须买这台车时候呢 要去适应一下的地方 最顶级的豪车试驾 PATRO四轮驱动 真的 就算是这么湿滑的路面啊 400T啊 51公斤的流力啊 开起来其实真的没在怕的 最热门的新车场线 没有在客气的 它这个就直接甩尾了 踩在那边 它直接进入甩尾模式 再踩 很灵敏 最实用的空间展示 终得拉起来不费力的 这边 哇 超级深的制度空间 它的真正的维俱是真正的维俱 每周一周五晚间9点 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 每周三头1022点 猪猪哥来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 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点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能够及时补充抗净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 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咖